英文长句的正确念法 就教大家一下比较长的句子 怎么分段 分段去念 比较轻松 也比较容易了解 英文的句子的结构跟语法 但第一句 好像长一点 黑色字一大部分不好念 In the United States at-home room is the room to watch students go first in a school day in order to have a attending chat and to hear announcements 好像句子结构有复杂 什么叫英文程度 就是不管它再怎么长 怎么复杂 你都可以分析得很清楚 也不会紧张 也不会胖 而且了然于胸 在美国 在国家 国家很大 这叫英文 一个home room home room是什么呢 我们讲就是 在学校 一代是大专院校 就是 以前文件大学 那叫什么 就是 因为你上不同的课 不同的课肯到不同的教室 这个就是 真的忘记叫什么 就是 那间教室就是你固定的教室 就是你固定休息 那个教室 忘记以前中文叫怎么讲 home是家嘛 它有大本领的意思 一个房间 也是教室 教室就有一个房间 room就是一个 独立的 一个空间 有门 有墙壁 有窗子 这样 就在美国 它这个名称home 有墙壁 就是你的那个 像 就是 就是 大家就固定 在那个 在那个教室 比如老师要俊华 或者 就是 像家一样的教室 中文忘记 那这个房间 to watch 有这个in watch by watch to watch in watch 在里面 by watch 就是借由 什么方法 to就是 对着他 就是可以利用他的意思 就是 也可以去到哪里 就到那个 到那个 home room 好吧 这个home room 就当作 但是叫班导师教室 就是你到了 班导师教室 这些学生 在每一天 screw date 就是每天 上课日 第一个 先到班导师教室 就固定 第一个先到那边去 然后后面有什么课在说 in order to 就是为了要 have attention check 就是点名 也就是说 在美国 大家学生 先到一个固定的班导师室 一个固定的教室 有时候 中午吃饭就回到那个 班导师室 去先点名 attending attending就是 attending是 参加 这个叫 这个比较麻烦 叫动名词 就是说动词 可以有 至少三种变化 第一个就是 动词变名词 叫动名词 虽然它词性改成名词 可它还叫动词的成分 第二个就是 分词 不管现在过去 未来分词 分词就变形容词 词性改成形容词 但是它还叫动词的意思 第三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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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式 动词 表现现在正在进行 那check 什么词性呢 使用词 形容词 可以修饰名词 可是 像这种 如果是形容词 修饰一般的名词 一般它本身的名词 它放在前面 那修饰这种动名词 它有时候摆后面 就这个观念 比较复杂一点 简单讲是这样子 就去点名 而且去听一些 班老师的 宣布一些事情 就先去那边 早上吗 听到一个固定教师吗 先点名啊 我老师说 今天有什么事情 宣布一下 然后大家就知道 看什么课 就我们连大学的时候 把课堂跑来跑去 但是有一个班导书室 就是一个固定教室 大家可以在里面 可以休息 固定的 大家固定在用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home room is the room to watch students go first in the school day in order to have a tend-in check and to hear announcing announcing的宣布 宣布的动词 是announce 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很难解释 就是in order to 这个to是什么词性呢 它是 也可以是介细词 也可以是不定词 这个观念很麻烦 因为to一般是不定词 后面动词接原型动词 可是to也可以是介细词 通常接上这种诚语 放在后面 那因为介细词后面动词 还叫ing 可这个不是 可是这个是例外中的例外 道理说in order to 它应该是介细词 后面应该having 可是为什么叫动词 因为 因为to可以省略掉 in order 就是为了什么目的 所以 也可以 因为省略的 可以省略的关系 然后呢 确实 还是恢复到不定词 所以这个观念比较复杂一点 这算很意外 像look forward to 后面动词再加ing 那个接续词 in the morning Aaron Hanoi teacher took attendance and made 740 没有什么 这句差不多 就多一个 你叫班导师 吉验导师 就是在班导师师的老师 他也可能教什么课 但是 他总是有个吉验导师 在早上呢 吉验导师呢 took attendance 就是点名 attent就是出席 就是看看多少人出席 就点名的意思 然后做一些 做一些重要的宣布 跟前面记录差不多 但是点名可以有 但是点名可以有 have attending check you can have two attenders 那吉验导师 吉验导师的教室是哼乐 哼乐 teacher 就是吉验导师 班导师 a hospice counseled chamilarly ill people and give them critical help as well as medical care hospice 这个字比较少见 就是临终医院 什么叫临终医院 台湾好像 比较没听过吧 也许也没听过 然后在美国有一些 就是专门收 重症病人 就是没救了 快死了 也就是一般的病人 可能住院 住院住一个时间 手术啊 或者什么医疗 就回家了 但是 这个医院说 这个癌症啊 三期四期啊 没救了 或者 或者什么病啊 就是没救 就转送到重症医院 那边医生 护士比较经验 就没救了 要怎么样处理 包括跟 怎么慰问家属 在临终医院 临终了时嘛 就没救了 Council就是 提供一些咨询啊 他会对着 Terminal Terminal就是 最后期的 末期的啊 生病的人 就没救了嘛 可能也许活 几个礼拜 一两个月 没救了 就提供一些咨询 以及呢 给他们这些 临终的病人啊 一些Tradical health 一些实际的帮助 嘛 As well as 我们一般讲医疾啊 一些医疗的啊 医疗的啊 这care是关魂嘛 就是医疗的服务啊 医疗的 就给一些啊 医疗的看护啦 医疗的救治这些 新人않读的 就是它是字不是词 一般字就是一个单字嘛 词就是两个字以上变词嘛 而这个是字 可是也像词 因为它是两个字嘛 hourglass 跟连在一起 这叫compound word 叫复合字 一个小时的玻璃 什么叫一个小时的玻璃 沙漏嘛 就是沙漏嘛 就是做成上下各一个椭圆形的 这个玻璃做的 里面有沙嘛 上面的沙漫掉下来算时间嘛 古代可能没有时钟嘛 没有表 算时间沙漏 passage就是passage的团地 passage也可以走到 就是什么东西通往什么东西的那一段路 这个意思 后来就当海路 从海上走 这很多意思啊 意思都会 英文单字啊 意思都越来越多 中文法文都一样 就是沙的团地 就是沙漏嘛 从上面慢慢透过中间很紧的很窄的 慢慢掉下去 那段通道 从top section 就是上面那一部分 一部分 或者一个区域啊 就从上面的区域啊 沙漏上面的区域啊 到其他的区域就是下面的区域 因为沙漏只有两部分嘛 所以这应该用 加lower比较好 但用 用other 有一样嘛 另外的区域 就只有一个嘛 就 漏到下面 要花一个小时 要刷漏 一般设计上是一个小时嘛 这些都是蛮实用的字啊 因为啊 像because叫从属连接词啊 不是对点连接词啊 这连接词很讨厌 看起来很简单 字也不算多啊 那连接词有时候是单词 有时候是负数的 就词啊 这种 像because这种 从属连接词后面可以接子句 子句就是 有动词嘛 有子句嘛 主句也是有动词嘛 因为一个句子 一个sentence 里面可以分好几部分啊 不但是可以有phrase 片语 没有动词的部分 也可以有好几个都有动词部分 变成子句啊 但子句就分为主要的子句 跟次要子句啊 一般我们次要子句 可以省略调的 就叫子句啊 那主要子句 我们翻成主句的啊 因为她 跟谁结婚呢 跟一个上班的妇女啊 在职妇女啊 working的上班嘛 太太上班 所以她现在是一个house husband 就我们叫家庭主妇 以前叫家庭主妇嘛 男人上班嘛 女人在家照顾小孩做家事嘛 但是在美国啊 有一些老婆很会赚钱啊 老公就到家庭主妇啊 就不上班了 可能赚的钱比较少 或小孩子比较多等等啊 就是家里房子嘛 房子里面老公嘛 就家庭主妇啊 就不上班 就是老公老婆的啊 这个位置啊 他的功能啊 对教 录音的关系代理词 代表家庭主妇啊 这也是叫关系代理词 所以关系代理词 跟像become的这种 从组连接词 后面都是带子 继续的重词啊 这一圈 从组连接词 后面的重词 marry 那夜是什么呢 就不再是 逼重词变出重词了 因为marry才有意思嘛 夜就没什么意思嘛 然后 关系代理词 who 后面是这个 就是家庭主妇 都带在家里 manager就处理 处理他们的 我们说家里的活 家事活 煮菜啊 洗衣服啊 扫地啊 败小孩 就还有家里的各种事情 Because he's married to a working wife who is now a house husband who stays home to manage their husb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for two-year terms on the basis of population 在美国啊 member就成员嘛 会员嘛 就是一个团体里面的成员嘛 奥就代表属性嘛 他是哪里的成员呢 众议员 在美国国会嘛 参与众议员 就从罗马时代嘛 贵族院嘛 又叫上议院嘛 跟下一院嘛 叫平民院嘛 像英国也是上议院 议员不改选啊 下议院才可 下议院的议员才改选啊 所以一般的 像美国参议院叫 Senate 参议院叫Senator 那众议院呢 叫Hans 一个大房子啊 他的代表啊 就是众议院的代表 就是众议院嘛 美国有五十一个州议院 五十一个参议院 怎么那么多呢 联邦各议的嘛 五十州各有各的参众议院 所以在美国这边是叫联邦政府啊 也叫United States 不叫States 那美国为什么叫美利坚合同国 它有五十个州嘛 就是加S 它是联合起来的嘛 五十个州是联合起来的 就是联邦嘛 就是United States 简称US 这些美国众议院的议员啊 被选举啊 就用过去分次代表被动 自己不能选自己 被选举 然后For 就是这边不是为了 而是为期 为期两年的任期啊 所以很累啊 两年选次很累啊 On the basis 在什么基础之下呢 就基于啊 这个人数 什么意思啊 因为美国参与啊 就一周就估计两个 不管大小周啊 而众议院就不是啦 小周叫罗德导啊 可能就一个啊 而加州啊 德州啊 就可能给你搞个一二十个啊 最早是一百万选一个啊 后来太多了 两百万 三百万再选一个啊 所以 参与员是不会变的啊 永远是两个 但是众议院会修改 你修改好几次啊 所以以后 又提高了啊 你不能太多嘛 太多了 你太拿了吧 在美国 以英国 里面的 为了 一百万 在美国 里面的 一百万 一百万 这个是一样的,不管了,重复了 Huggerberry,我们一般讲蓝莓吗?红莓吗?小红莓吗?红色的吗?蓝色,这个是黑莓,但是它不用black 另外好像有blackberry,就是颜色比较深,一般叫什么,叫月眉吧,越南越眉 跟黑莓很像,就是有点像蓝莓,不知道有什么黑莓,可能记错吧 就是我们说,就叫黑莓吧,因为它颜色很深,有点像黑色,就是叫月眉,跟月眉面前怪怪 它有点像蓝莓,因为黑色跟蓝色的颜色都很深,但是它比较小一点,颜色更深一点,就像黑色 而且它的纸,它里面葡萄干,葡萄有纸,这种黴类,红莓,黑莓,蓝莓都有纸,纸比较硬一点,就是月眉跟蓝莓不太一样 就小一点,颜色深一点,纸比较硬一点,它是黑暗的嘛,没什么光线 所以我们讲红绿,黄绿,蓝莓,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就是有种,我们要说深紫色,浅灰色,深浅,比较深的,比如深绿色,就可以用Darker 那不是大红绿,就是Darker,红色深一点,Darker,红色深一点,Darker,红色,深红色 可以用Darker,也可以用Darker,也可以用Darker,可以用这两个,然后浅色可以用Lighter,也可以用其他的色 这些,我一下忘记了,The share of the peanut, the outside of the grain of rice,and the pot in which peas grew at heart 这个就难一点,光纸这个号就不知道了 Houd,本来最早是什么,就是植物啊,像米啊,这个豌豆啊,外面的壳,那个叫Houd 后来发明了船以后,大的船啊,船壳也叫Houd 所以有两个玩截然不同的意思啊,那如果是H-U-L-K,因为号是船壳 有时候也参加吹船,要解体的船的船壳,也可以当好好的船的船体 那一般是讲,一些植物的外面的那一层壳 如果H-U-L-K就是号客,另句号号客 号客什么意思就是,又大,个子好大,又笨重的号客 所以漫画号客就从那个字过来,H-U-L-K H-U-L-K,一般我们讲炮弹,或者子弹的弹壳啊,或者炮弹的弹壳啊 Pinut,花生嘛,花生的外壳嘛,花生一个外壳嘛 还有外面的啊,就是米啊,有很多再来米啊,蓬莱米什么,莫米 大北,这里外面就是谷物啊,谷物啊,就是米是谷物嘛,它外面的那一层 还有这个豌豆,豌豆,外面的那个叫夹吧,这个名字很多,中文也不知道怎么讲 外面那一层,夹,也是外面那一层,比较硬的皮啊,一般都叫号,英文这个字啊 所以这是,壳,夹,这些字,the share of the peanut,这是外壳,不是炮弹 Outside grain of rice,这是谷类啦,也不一定是稻米啦,就是谷类的啊,外面那一层啊 我们叫康嘛,叫浮嘛,叫康嘛,这些字都,中文都不好念啦 Outside grain of rice is very good 然后,所以花生的外壳可以用shell,豌豆的外壳也用pump 但是,果类啊,米啊,这些外壳就,就比较是比较转不动 So, he is a real humanitarian, thought is actively engaged in committing human without and surgery form Humanitarian是什么意思,人道主义之啊,英文就是人嘛,或人类嘛 而人类的,这个,对人啊,可以,什么样的人可以叫E啊,可以叫O啊,可以叫Ian啊,可以叫IST啊,还有其他的啊 就是很重视人的福利的人啊,也讲起来很拗口,就人道主义之啊,他其实也真的人道主义之啊 富尔这个字很讨厌,本来是介习词啊,后面,动词在接Ing,或者接名词组成的片语,不管一个字好几个字啊 那这边就完全不是介习词,他们讨厌过名语介习词嘛,介习词是因为词系里面,我看是最复杂的 因为它介习词很多,而且每个介习词通常好多译词,然后再一个杠上开花 就它可能有别的词语,它也是副词,也是名字,也是动词,好麻烦 好,这边是连接词,你看,富尔怎么会变连接词,因为它后面可以接字句嘛,接动词 如果介习词只能接,要么动词就加Ing,要么就是,要么就是,呃,名词片语啊,你看这边是介习词 好,这边是因为,就等于because的意思啊,因为啊,它很积极地engage的参加 好,所以我每次看英文啊,就是,意思都有一些麻烦 engage 也可以是介入,参加,甚至交战,打仗,刚开始打仗 而且不打很久,刚开始交战,也可以是订婚,也可以打算从事一个什么活动 反正就是它的意思是参加,本来就涉入,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那订婚嘛,也是一种活动,很积极的active,很积极的啊 如果不积极的就叫Ing, Inactive 它真的是一个啊,原造主义者,因为它很积极参加 参加什么,in,就参加那个活动用,in 就是converting,就是促进啊,促进一些人类的福祉啊,vipers的福利嘛 福祉嘛,促进人类福祉,以及社会的各种改革啊 reform 可以当名词,也就当动词啊,就改革啊,动词也可以啊 为什么加S啊,因为社会改革一定不止一种啊,很多种啊,就加S 所以在英文名词,如果是有可俗的话,如果你不确定是单数负数,不能用 负数,为什么啊,因为单数一嘛,基地比较低嘛,二以上嘛,比较高 所以我们一般在念的时候,如果像这种for,如果它是接规词啊,接规词的时候,要跟后面的,不管一个单字,或者一个片语啊,要一起念 可是因为它这边是连接词啊,这连接词,它就要单独一个字,单独一个字,单独一个字 所以一听for,跟后面一起念啊,它就接规词啊,单独念啊,它就不接规词啊,是连接词啊,这些情况啊,这一句就要对 是连接词啊,再次言